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告诉大家 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很好 可是有哪些运动的观念要给大家的 那我们先知道要怎么运动 那在教育部推广的有一个叫333运动 那第一个就是每周要运动三次 三次的定义是一次要多久 一次要30分钟 它都是三 那再来就是每次这30分钟的时候 你的心跳要达130下 但其实它是以一个就是年轻人来说 那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 我们运动的一个强度 其实并不是用这样子去看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是可以用一个自觉的一个用力系数来看 对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自觉用力系数 那所以说到底要怎么运动 运动到怎样的一个强度才算是够 要横传吗 还是说我都有在散步啊 我散步每天都走了一个小时 我还是胖啊 其实啊 我们运动的话 一个自觉用力系数就是 大概就是你觉得有点吃力 然后有点冒害 有点喘 所以要阴忍啦 如果说年轻人他可能要跑很激烈 他才会有喘 那如果年纪比较大 可能才走几步路就喘了 其实对 其实这个它是怎么样 它是我们只要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去看就好了 不用跟人家比 不用说隔壁他已经走得很快了 可是他看起来不虚不喘 没关系我们看我们自己 你只要觉得你有点喘又不会太喘 而且有冒汗 这个量才是够的 以运动强度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 比较去细看的话 它是用它的一个最大心跳数的百分比去算的 那很多很多的研究文献都说啊 就是在我们的中强度跟中低强度啊 它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减重 或是减少我们的腰围 那在高强度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系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运动 其实是属于比较中强度跟中低强度的 就是你看它的四肢可能瘦瘦的 但是肚子很大 那这种型的肥胖是比较不好的 那其实如果除了我们的一个有氧的运动之外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腹部的运动 那比如说仰卧起坐啊 这类的都可以做局部的雕示 雕塑一下那个腰围的曲线 那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很简单 我们请我们四位来宾 你们试着手扶椅子 然后把我们的脚离开地板 要平的吗 不用平就直接抬起来 只要离开就好了 数到5再放下来 5喔那很简单啊 1 2 3 4 5再放下来 可是屁股要做很满吗 还是要做一点点 屁股往后靠到底 可以做到满喔 对对对 然后我们把脚抬起来 就弯弯的就可以了 就只要抬离地面就好 只要离开地面就可以了 对离开地面好 尽量是弯弯的 弯的 离开地面抬高 提高就对了 好数到5再放下 这个还蛮吃力的 重复做10次你会发现 你的肚子其实是有用力的 所以是不是瘦肚子吗 没错喔 其实这个运动是 对对对 我们坐办公室其实偶尔也是可以去做 其实很方便 因为我们都是坐办公室的话 就坐着椅子就可以坐了 肚子有差对 有有用力对不对 有出道力喔 而且这样子对我们脊椎 比较不会伤害 如果我们是做仰卧起座的话 有可能对我们脊椎会比较伤害 对他太激烈 对年纪比较大就不下不下 没错 那我们可以天天这样做吗 5秒钟再放下这样 对15秒再放下 然后重复做个大概10下或15下 他说有10秒再放下可以吗 也可以啦 但是会比较辛苦啦 所以建议用5秒先开始 我感觉里长已经很认真在做了 会不会到下节目之前都还在做 那就是讲到运动的话 我们除了刚刚讲的剑肘 跟我们这些运动 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运动伤害 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暖身运动 所以要带给大家暖身一下 对我们带一些 简单的暖身运动给大家 好 好 那我们的暖身招都是有一些小口诀 那其实很简单的几个动作 我们一起来做 好 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手插腰 手插腰 好 那每一个动作我们都做两回 好 来第一个是看看上 看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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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转头向后拍屁股 拍屁股 转头向后拍屁股 拍屁股 好 手插腰 往后弯 往后弯 手插腰 往后弯 很好 再来 手插腰 拉拉筋 拉拉筋 手插腰 拉拉筋 反手也要拉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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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展翅高飞 展翅高飞 很开心 要很高吗 还是 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也不用不用甩的 我们就是轻轻的就好 轻轻柔柔的 对对对对对 很像翅膀在飞 再来是半蹲之后深呼吸 很好 再来呢 前弓后弦 拉拉筋 拉 要尽量把后面的脚拉直 对对对对 我们跨越大步会越好 尽量前弓后弦 拉拉筋 很好 好 那再来呢 脚前后抬单脚站 好 脚前后抬单脚站 好 那换边 换边 要抬起来 对 要稍微停顿一下 嗯 停顿一下 大概就这几个动作 工作忙碌走不开 高速公路里塞车的怎么办 都是憋尿常见的原因 不但会造成精神无法集中 小心 有可能会因为憋尿而憋出一堆毛病哦 严重的话 还会引起泌尿道的感染等疾病等等 所以接下来呢 就由邀请护理师廖锦怡 来教大家如何来强化我们的腹部力量和弹性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 跟着我们一起动一动 一段整个坐着的肌肉就是我们整个骨盆底肌肉 那它训练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要是在预防尿失禁 可是它也可以让我们解小便的时候收放自如 就像有时候那时候说憋尿会想尿又尿不出来 对 其实我们在解小便的时候膀胱收缩 那我们下面的骨盆底肌肉其实应该是要放松的 你这一泡小便才会解得比较顺畅 才是比较自如的 那如果说你那一块肌肉 如果太松的话就会尿失禁 那如果太紧的话你就会变成解小便困难 对所以我们收收那一块肌肉 现在不管那个老少几乎老少学 都要那个都要做 对都可以训练 那如果你学会了这个运动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你在搬重物 或者是打喷嚏咳嗽 对如果你当下如果还憋着尿的话 你就会觉得有点裤底湿湿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是所以等于是我们会带来两项运动嘛 两项的肛门的腹部运动嘛 肛门运动啦应该是做肛门运动嘛 其实应该是骨盆底肌肉运动 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做示范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护理师来教大家 怎么来进行这个操作咯 这个阶段呢我们穿高跟鞋的女生 都把鞋子给脱掉了 因为要方便来做我们的运动 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护理师来教大家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好我们是间接来帮助我们的骨盆底肌肉运动收缩 然后来提升我们的骨盆底肌肉 好那我们先把脚往前 所以其实屁股不要做太多啦 对我们要往前做一只往前做 一只做一半就好一只做一半 好来往上抬 一二三四 脚要打开 对 五六七八 这样子有没有觉得 有点吃力哦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常常坐在办公室的人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吃力 可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有时候会用手去撑这样子 对手持辅助 所以手是比较出力对不对 对完全不要说都是靠手在动作 好那我们再次站着 好那请大家站起来 那可能要侧着 侧坐好 侧面 好OK来 然后我们双脚打开 然后与肩同宽 那我们等一下要半蹲的时候 尽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好来我们尾蹲 尾蹲 嘿 骨盆往前收 要往前收才可以站起来哦 好啊 再试一次 来 半蹲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骨盆往前收 好再站起来 所以骨盆这个地方就是本来是在后面嘛 往前 内收就是我们在收缩 臀部的肌肉跟大腿内侧肌的肌肉 好 屁股夹紧 我们再来一次 大家刚刚有感觉屁股夹紧吗 还是我们姿势都不正确 因为我刚刚一直没有感觉我屁股有夹紧 你在往前收的时候 你屁股就要夹紧 要夹紧再起来 对对对 好大家记得哦 屁股要这个再下去 要准备要上来的时候 屁股要夹紧对不对 好来我们再来一次 好来 半蹲 往前收 好站起来 好解 第三个 第三个比较简单 就是也是一样 双脚 宇肩同宽 打开 好 那要垫脚尖 那如果说年纪比较大 或是你觉得你站不稳的人 最好可以扶着桌子或椅子 我们垫脚尖 垫脚尖 屁股要夹紧 屁股夹紧 垫脚尖 对 站起来了以后 屁股夹紧 屁股夹紧 然后对才放下来 哦我懂了 其实它动作很简单啊 只是说你利用垫脚尖 顺便把屁股夹紧 然后再放下来 然后再放下来 那如果站不稳的人 他可以扶着桌子或椅子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做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在那个屁股夹紧的那一瞬间 提起来 对 把屁股提起来 然后顺便垫脚尖这样子 好我们再来做一次 大家有屁股有夹紧的吗 有夹紧哦 摸得出来吗 有没有夹紧摸得出来吗 摸得出来 其实也看得出来 好啦 我的福利来了 我想摸一下他们到底屁股会夹紧 好你带了大家住 来 可以吗 好来 那一备开始 垫脚尖 屁股夹紧 再放下来 有吗 还是你屁股 那个裤子太厚 再来一次 裤子太厚 垫脚尖 屁股夹紧 好 再往下放 你看他屁股很紧实啊 哈哈哈哈 那你 我又不方便了 再来 你的部分 然后一备 开始 起立 夹紧 好 有很明显 看就有看出来 有很明显 对对对 搞不好还可以瘦 会 其实这个都会瘦 瘦那个屁股必小 最善意的大腿或者是臀部 然后再来就是 直直的往后踩 但是你在往后的那一瞬间是放松 但是你踩下去的时候是收缩 都好像平常都很简单 可是都不晓得原来有这个作用 有那些诀窍啦 对 好 好 一 屁股要夹紧哦 然后夹紧 对放松 往后 夹紧 哦 等于是我们当我们脚踩到地上 定点 定点的时候夹紧 对 然后再换脚再放松 放松 对 然后夹紧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做这些运动 然后夹紧 不要紧 等于是我们这些运动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